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敬佩老師 為你打造我夢的主題曲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Jun來愛朋友》Peggy敬佩老師 上次跟大家說說唱歌要有三大障礙要跨過 才可以慢慢進步或投入唱歌的狀態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大家可能會遇過一些歌 是一個拍子不是普通四拍的歌 是一些三拍的歌 如何處理這些歌 大家會否分不分到不同的拍子的歌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下 教大家如何唱這類型的歌 在說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有留言 多謝你們 其實我們平時聽一些歌 不如我做一些示範 讓你們知道三拍的歌是怎樣 和平時比較慢的歌有什麼分別 因為掌握的時候也有不同的技巧 例如我當作小換衣 像這樣 你說這個是這樣 掌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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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那平時的歌 一二三四 這個節拍和剛才說小換衣 那首歌是否明顯不同 首先要掌握我 說三拍的歌如何唱 一定要分到拍子 不如和大家玩個遊戲 我唱兩首歌 讓大家猜不猜到哪一首是三拍的歌 第一首是千言萬語 我知道為了什麼 要求它圍繞著我 我每天都在祈禱 懷感受愛的寂寞 好了第二首了 他飄良者莫多但偉大者莫多平凡著我 平凡著我 平凡著仍然會唱歌 桑子太華亦未淨了了 有力發揮過 這首叫做我不會唱歌 李克勤適合一首歌詞 那大家猜不猜到 第一首是三拍歌 還是第二首才是三拍歌呢 給你們五秒 一、二、三、四、五 沒錯三拍歌是我不會唱歌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大家掌握到 其實你會見到的唱法都不同 其實在過去我們說香港的流行曲 都有不少是三拍歌 例如我回想起梁學文的七友 代我溫柔 吻過我傷口 這首 你見到拍的拍子的時候 一、二、三 所以感覺上已經知道有重拍在裡面 其實我們說除了三拍歌唱歌的時候 要有什麼注意 另外就是楊千華也有 譬如還有楊千華的 《多功能老婆》那部劇集的主題曲 一、二、三 一、二、三 蹦七、七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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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其實三拍的歌 會比較爽一點 還有 是好像跳躍一點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 不如 我這次都選擇了 龍亭和葉明熙的演繹兩首三拍歌 跟大家說一下他們唱的一些方法 以及他們的技巧 是否都是一樣 以及特色是否一樣 能否送出一首歌的感覺出來 魯郭蜻蜓這首歌 就是翻唱歌 這首歌也是一個聲音 那你呢 都是這樣 用一些重拍在第一拍那裡 聽到 整句呢 是不會很平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很平的話 就會沒有戲服 就沒有了這首歌的感覺 再 因為 嗯 不怪我會噴到誰知 怪我會被你淚 這樣就會很平鋪 直水就沒有聽 你看到它處理的方式 不怪我會噴到誰知 怪我會被你淚 見不見到 每一個拍子的重拍 第一拍都會用力下去 那就再聽一下 來吧 那你聽下去就會明白很多我說什麼 經常都說我講G-Han 就是他可以適應很多不同的歌 甚至快歌又可以 Rap 甚至是假音 假音 真音 拍子不同的處理方法都可以 如果大家都明白我講什麼 現在不如一齊數一下這首歌的拍子 我們就像Gigi那樣 用這個方法 就是把重拍在第一下那裡 1 2 3 1 2 3 這樣 好 準備 1 2 3 數不數到 1 2 3 1 2 3 這次你們試試唱 2 3 好 好 跟大家來一次 就是這段 比較高音 因為這個Q比較高 好 1 2 3 可我為了感動少少 亦為了碰著水 看著你的眼 又讓我的嘴 為何流入溝灌 好 成不成功 可以來一個誇張一點 誇張一點就是 可我為了感動少少 亦為了碰著水 看著你的眼 又讓我的嘴 為何流入溝灌 聽不聽得出的分別 跟剛才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重拍 第三拍 是自己的第三拍 第一拍 好了 我們來一次 1 2 3 可我為了感動少少 亦為了碰著水 看著你的眼 又讓我的嘴 為何流入溝灌 因為最後的曲子 都是重拍 最後三拍 第一拍 為何流入溝灌 你看見Gigi 都會用力 看見這曲子特別大力 因為剛才說了 是第三拍的第一個重拍 其實當你們懂得聽這些歌 你會明白 為何聽這種拍子的歌 好像跳躍 更加跟得到拍子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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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 覺得可以跟著他學的示範 Gigi 第二首 我覺得龍亭唱成都 看他的Live 都是唱得很好 不如我們來看他的示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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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د練 一一起數 一起數 常常 一二三 一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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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嗎 一起拍 好,聽到其實龍亭都有用這個方法 就是重拍拖是很厲害的 大家可能留意到為什麼 這三拍歌的句子尾音的粒音都會很大力 因為剛才所說的,三拍力會第一拍 整個尾音都會這樣 留意這些歌都是這樣,甚至負責 聽龍亭的歌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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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用力的 有你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哇,用力了 一二三,一二三 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便不停了 聽不到 我會完全我淚秀 我會把手揣進苦道 所以走到一遍覆的盡頭 坐在小酒館的門口 門口,門口 通常我們說在準備入chorus之前那一句 最後那一句都是會大聲一點 就是用力一點 例如小碗耳 都是會用力的 就是沒有那個準備起泡的感覺 給chorus 讓你做主 那才去到chorus 所以呢 另一個就是 通常在副歌前面 這些三合歌 最後一個在prechorus的時候 都是會覺得音比較強 比較大一點 去準備進入chorus的時候 的重拍 這個也是唱三合歌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呢 就是休息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其實 其實三合歌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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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的 你不可以切開它 所以難度是在這裡 比如 例如 如果你剪開它 你就會覺得不好聽 不夠練功 就像跳舞的時候 不會跳到下一刻停 就像我不會唱歌 如果你剪開它 就不好聽 就好像上戲不接下戲 最重要是重拍 所以不可以透氣位 剪開它一句 我們是很連累的 句句之間可以透氣 但句裡面是不可以偷透氣 有時候我們四拍歌 都可以偷透氣 譬如 這個位置可以偷透氣 看到我偷透氣嗎 譬如這首歌是四拍 四拍 沒有你 四拍 看不可以透氣 同在這裏 再呼吸 可以透氣 連貫最後一句 但三拍歌是做不到偷透氣的位 所以記得每一句要透足氣 讓它可以做到跳躍的拍子 好 今天說了三拍歌要注意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之前去練習 究竟分不分得到三拍和四拍的歌 以及那些位置如何唱 如何強弱位 透氣位 以及最後的 Picorum的音 經常會比較強 比較重 好 加油 練完之後 告訴你們做不做到 下次再跟大家講講其他技巧 謝謝 拜拜 拜拜